農委会台中农改厂会同县府农业处以及南投县农会代表人员 共同来到水里香农会 恭喜三部家政班得到全国十大特色家政班的光荣 然后原本以为能到二十大就很棒了 只有意想不到进入到前十大的家政班 那我们家政班的课程有很多 不只是烹饪美食 然后还有盆栽夜拓 我们有听到不错的课程我们都去交流 先议员陈水肯定水里香农会推动家政课程的用心 也希望农会能够继续努力 让家政班成员能够学到更多的技巧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水里香家政班的指导员敏君 他是一个年轻又有热情 今天能够获得这个特色家政班的颁奖 身为水里人以水里香农会为骄傲 全国加起来数百个家政班来参加征选十大特色家政班 为在偏向的水里香三部加政班以实力来入选 除了让水里香农会感到光荣外 也是能头线的光荣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